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JS中的数据类型 以及数据类型之间的一个转换 在讲我们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给大家要求了 要记住相应的转换规则就可以了 那接着再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新内容 来学习一下我们JS中的运算符和表达式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JS中我们有我们的相应的 像长量并量运算符一表达式 它也是构成我们这一种语言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也是构成语句的一个基础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我们JS中的表达式和运算符 首先来看第一个表达式 那表达式呢是用于我们JScript脚本 运行式计算的式子 那可以包含我们的长量变量和运算符 其实简单一句话 只要是有值的 我们都可以叫做我们的表达式 那这个呢就比较简单了 假如说我们来随便写一个 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要想求一个这个圆的面积 可以写成VR半径等于一个8 圆的半径等于8 再写成一个π等于一个3.14 接着我们想得到圆的面积就可以用πr方 π乘以R再乘一个R就可以了 这是圆的面积 接着我可以把它复给一个 顺便给一个面积 接着我们就可以弹出 我RT一下 圆的面积 拼上一个S 好 我们运行一下 S等于一个πr方 好 保存 VR的面积得到多少 在这块也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刚才我们没有保存啊 对 2200.96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表达式产生的值 付给一个变量 或者呢 以后用到我们的函数的参数中 都是可以的 那这就是一个表达式 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式 对 我们表达式中就包含了我们的变量 长量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运算符 那接着再往下 来看一下 我们Jarscript中 有哪些运算符 首先 按照功能来分 可以看到 分为这么多 像算术运算符 字符连接符 辅值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以及我们的三元运算符 和一些其他的运算符 那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算术运算符 那其实说到算术运算符呢 在之前大家肯定接触过 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用过 像我们的四座运算 加减乘除 包括我们的取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在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像我们的自增 自减运算符 接着呢 在我们的运算符中 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会呢 也会给大家来一个强调 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 算术运算符 再新建一个运算符的例子 算出运算符 可以在这来写 首先呢 由我们的加减乘除 我们可以声明一个 VR I等一个3 可以一次声明多个 J等一个8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 alert一下 I加J 这时候用到了 我们就是一个加法 得到11 这个比较简单 或者我们直接输出 也可以 document .write 写生一个i加J 这是一个 再产生一个换行 接着再往下 一起来看就可以 document.write 写生一个i-J 也可以 乘以J 写生一个i乘J 简单的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就可以 接着再来一个换号 i除J 除J 那结果呢 一会一起看一下就可以 最后再来一个取 i 百分号J 那结果呢 可以看到 第一个 在这多一个换行 也无所谓 i加J 多少 减J 乘J 除J 包括 三对八取 三对八取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在取 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个 我们直接来写 document.write 写生一个3 百分号 负8 把它复制一下 包括我们的三 百分号 八 负三 百分号八 负三 百分号八 接着 负三 百分号 负八 负三 百分号 负八 他们的结果 需要注意 首先看一下 三对八取 余的是三 三对负八取 这个负号 不起作用 接着负三对八取 首先负号落下来 三对八取 余三 接着结果是负三 包括负三 百分号负八 是前面这个数字的负号 影响着我们的结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接着再往下 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加法中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其实我们在这也给大家写了 可以看到 加号呢 我们接着再往下的时候 在字符连接符的时候 可以通过加号 连接我们的字符串 那如果说加号用来连接 两个字符串的时候呢 和我们的这个加法 就有区分了 只要 在这块需要注意 只要我们连接操作数中 有一个是字符串 那我们的JavaScript呢 就会把 就会自动的 把非字符串 型数据 作为我们的字符串 型数据来处理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我们再写一个 加号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 可以在这来 Document.write 沾一个换行 加号 比较特殊 加号比较特殊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Document.write 写上一个 I 现在是我们的数字 再加上一个 J 这结果没问题 得到了11 如果写上一个 I 加上一个8呢 I加上一个 字符串的8 那现在你看到 I是3 结果得到的是多少 38 那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这个 加号 此时还是我们的 加价运算符吗 对 不是了 当我们这个 运算符中 当我们这个数字中 有字符串的话 那我们的 JS会自动的 把非数字型 把非字符串 转换成 我们的字符串 进行一个拼接 得到结果是38 但是再看 在之前那节课 我们也有过 这种例子 写上一个 document.write 写上一个 3 或者写上一个2 字符串 写上一个2 再加上一个8 那现在结果 不是10 而是拼接 28 把他们两个 连到了一起 那接着再看一下 document.write 再写一个 I 现在是我们的数字型 加J 再加上一个 3K 那现在你看 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是多少 是38K 你看因为我们的 I是3 J是8 那结果是38 3K呢 还是11 加上一个3 11 3K 那现在保存一下 可以看到 结果是11 3K 而不是我们的 38 3K 为什么呢 这一点我们也 需要知道 因为我们的JS呢 代码执行顺序 是从左往右 执行的 从左往右 执行 接着呢 在我们的 加号连接的 表达式中 如果说 在遇到 自负串之前 它这里面 还是数值的话 这时候呢 它就可以 按照数值 按照原有的数值 进行一个计算 当我们遇到 自负串之后 再来进行一个 自动转换 所以说 结果是这样的 一个效果 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现在的结果 是113K 而不是 我们的这个 383K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如果想把一个 数值 转换成我们的 次负串呢 最简单的 你看 DRAT一个 可以在前面 拼上一个 空次负串 接着再拼上一个 I 这时候得到结果呢 就是一个 次负串 次负串 这样的效果 这时候得到 这个结果 就是一个 次负串 不信的话 可以把它 付给一个 写成一个 VRZ 等于一个 空次负串 拼上一个 I 接着 alert一下 type of Z 得到的结果 是 Stream Stream 可以拿它 来拼上一个 用空次负串 拼上一下 这样呢 得到的 就都是我们的 次负串了 所以说 这一点 需要注意 可以看到 在这里 给大家写了 因为JS代码的 直接顺序 从走到右 所以说 在加号连接的 表达式中 遇到 自负串 数据之前 所有出现的 数值型 或者数据 可以自动 转换为 数值型的数据 仍被作为 我们的数值来处理 为了避免 这种情况 你要不想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 在表达式之前 拼一个 空次负串 就像刚才 我们看到的 这个例子 你很简单的 如果说 想要它 以字负连接的形式 那只用在这块 来写上一个 空次负串 拼接一下 就可以 好 那现在得到结果 把它注掉就可以了 得到的结果 应该就是 383king 我们再来一个换行 383king 好 383king 而不是 113king 这样的效果 可以拼上这样一个 空字负串 这是我们的 加号 需要注意的 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一下 还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 自增 自减运算幅 自增 自减 运算幅 在这里面呢 就分为 加加和 减减 都是自增 自减 1 自增 自减 1 那接着呢 它分为前缀形式 和后缀形式 那前缀形式呢 是先加1 再执行 后缀形式呢 先执行 再加1 这样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简单 来试验一下 在上面几个变量 VR No.1 等一个1 No.2 等一个2 可以试验一下 就来一个No.1 就可以 Alert一下 No.1 加加 那现在你看到 这个运算幅在哪 在后边 所以说看到结果 到我们Alert的时候 是先执行 接着 不要让你再Alert的时候 那现在再看 应该是 不要让加1 现在的结果应该是 2 对 2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后缀形式 那同样的前缀形式 应该是 先 执 先加1之后 再执行 Alert一下 加加的No.1 现在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2 得到结果应该是 2 这样的效果 这代表前缀形式 加加会了 减减是一样的 那现在看到我们的 数值型 支持我们的 加加运算幅 包括减减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 实验一下 Alert一下 减减的 No.1 得到的应该是 0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对数值型 可以 我们再来写一个 No.1 等于一个 12.3 再我Alt一下 No.-的 No.1 得到的结果 来看一下 11.3 证明我们的 辅典类型 知不支持 自增自减啊 对 也支持 也支持我们的 自增自减 整形支持 在这来给大家 写个注释 整形 支持 自增 自减 运算幅 接着 我们的这个 幅典类型 也是支持的 也就是我们的 数值型都支持 幅典类型 支持 自增 自减 运算幅 好 那接着再来往下看 看一下 我们的 布尔类型 是否支持 再写上一个 No.1 等于一个 处 接着Alt一下 ++的 No.1 好 得到结果 是多少 诶 在这儿 得到结果 是2 那证明先把 处转换成几了 转换成 数值型1 再做的 几个加法运算 那试验一下 它是否支持自减 来看一下 再写一个 Number Alert一下 减减的 Number1 好 得到结果是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同样的 再来试验一下 如果说 它等于False的话 Number1 等于False 好 证明是不是也支持自减了 对 没问题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字符串型 是否支持 Number1 等于一个B 接着 我们Alert一下 ++的 Number1 得到结果 看一下 现在这个B ++之后 现在支持吗 没有 得到了一个什么 NN Not Number 对 它是字符串 不是数值型 它支持自凑自减吗 不支持 或者说你再来试验一下 ++不支持 减减 是否就支持了呢 肯定也不支持 Alert一下 减减的 Number1 你看 也不支持 SIFTRA型 是不支持的 那现在你看 这个SIFTRA不是 我们的合法数值 是不是转换成 是不是我们给它写成一个 3B 它就支持了呢 那现在你看 也是不支持的 注意 SIFTRA型是不支持 自增自减的 不支持 自增 自减 运算服务 好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接着再往下 再来试验一下 我们的这个 NUN是否支持 Number1 等于一个NUN Alert一下 我就拿++为例了 ++的Number1 试验一下 好 证明NUN 知不支持啊 支持得到结果是1 证明NUN 支持自增 NUN 支持自增 那试验一下 知不支持自减 如果支持自减的话 Alert一下 减减的 Number1 得到结果应该是 对 负1 证明转成0之后 再减1 得到的是负1 它支持自增自减 运算服务 好 还有一个 是我们的 Undefended 试验一下 Number1 等于一个 Undefended 接着Alert一下 ++的 Number1 试验一下 它是否支持 支持嘛 不支持的话 Alert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 NN Not Number 这是我们的自增 自减运算服 相应的规律 要记住 谁支持 谁不支持 我们可以在这来写一下 写一个注意 注意 注意 好 处执行 支持 自增 自减运算服 好 接着再往下 布尔 类型 支持 自增 自减 自减运算服 接着 自负 不支持 自增 自减运算服 这是相应的规律 这是相应的规律 包括我们的 undefended 不支持 自增 自减运算服 好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规律 接着 再往下 算数 运算服 我们就过了 再看一下 自符 自符连接符 自符连接符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加号 来连接我们的这个字符串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加号呢 连接自符串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自符串 拼接起来了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实验一下 自符连接符的例子 第三个 自符连接符 通过加号来实现 那接着写成一个 document.write 拼接上第一个自符串 假如说写成一个hello 加号 再来一个my字 得到结果 你看hellomy字 包括我想出现一个换行 可以在后面再来拼接 加上一个br 就可以拼接我们的自符串 hellomy字 接着再往下 document.write一下 结成一个1 1 再加上一个 拼上一个 king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 不是1 而是 而是 1king 合到了一起 合到了一起 这个呢 我们在讲加号的时候 也给大家提过 这一点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 我们就想拼接的时候 想说 vr i等一个1 j等一个2 z等一个3 好 这时候需要把他们三个拼接一起 不是按加法来做 假如说我们写成一个i 加 j 想拼接到一起 i 加 j 再加上一个z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 你看 应该是6 而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在这边再拼一个换行 我们想得到的结果是123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谁来解决 对 在前面拼上一个空字符串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123了 而不是我们的加法 这一点需要注意 次符 连接符 就通过加号来实现 其他时候呢 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了 好 接着再往下 看下一个运算符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辅值运算符 其实最简单的 我们一直在用的辅值运算符 像等号 对吧 我们之前在说的时候是 假如说生命格变量 i等于1 其实是把1 负值给我们的这个变量 那用到的就是 我们的等号运算符 辅值运算符等号 那接着还有像 加等于减等于 其实只要把他们这几个 搞定一个 知道他们的原型是什么 那其他几个都没有问题了 可以先来试验一下 OK 在这再来 就在这一个例子中了 辅值运算符的例子 可以写上一个 生命一个变量 username 等于一个king 这是把这个字符 串 复值给了我们这个 变量 用到的就是我们的 等号运算符 接着我们想得到 用户名 就可以写上一个 用户名为 拼上 用加号 拼上我们的username 再拼一个换行 得到结果 用户名为king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等号不用说了 在这里边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 像加等于 减等于 乘等于 和除等于 还有一个 百分号等于 还有一个 点等于 那这几个只要搞定一个原型就可以 我们来试验一下 VR写上一个a 等于一个1 接着我们写一个a 加等于 a 加等于 一个3 那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其实是a 加3之后 再负给a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4 这样的效果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alert一下a 得到的结果是 4 加等于的原型 你可以alert 我们也可以打出来 显示出来 写成一个 document 要writea 得到的是 4 这是加等于的原型 那加等于会了 其实我们的减等于 你再写一个 a 减等于 6 得到的结果是 a减6 再负给a 那现在结果是 负2 再写一个a 乘等于 一个8 那现在是 负2乘以8 再负给a 负16 最后再除一个a 除等于一个4 那接着应该是得到 负4 再 对它百分号 a 百分号等于一个9 得到的还是 负4 百分号等于一个9 得到的还是 负4 这样的效果 那最后还有一个 点儿等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点儿等于 在这来写 写成一个 dr 点儿等于呢 其实这个学到了 这个字符连接符之后 再回过来看 就比较简单了 点儿等于相当于 我们的拼接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vr 一个str1 等于一个 hello str2 等于一个word 接着写一个 str2 点儿等于str1 它的原型相当于什么呢 来我们可以输出一下 写成一个 写成一个 str2 哎 报错了 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点儿等于 有我们的点儿等于吗 js中是不是没有这个点儿等于啊 点儿等于 这个是错的啊 没有这个点儿等于 点儿等于是我们peerp中 是不是才有的这个点儿等于啊 对 只有我们的 加等于 想连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 加等于这种效果啊 所以说这块写的错了啊 我在这块看一下 没有这个点儿等于 那现在我们想连接 色复照可以通过谁来着 对 加等于 那现在走到结果 word hello 它的原型相当于什么呢 是不是写成一个str2 2 加str1 复制给我们的str2 对 复制给我们的str2 这是 加等于 得到结果 把它们两个拼接到了一起 hello word word hello 因为我们是先写的是str 加等于str1 这是我们的 辅值运算服务 也比较简单 注意刚才没有了一个第二等于啊 第二等于是我们peerp中 才有的 好 接着再往下看下一个运算服 下一个是我们的比较运算服 首先比较运算服的结果 是我们的布尔类型 接着在这里边看一下 在之前呢 其实我们也学过像这种比较运算服 像大于 大于等于 小于小于等于 两个等号 包括三个等号 那不等于呢 包括不全等于 就是取反的效果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 三大于一 对吗 对 那对的话 结果就是处 否则呢 就是fals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来试验一下 可以再来写 在这里面直接写了 比较运算服务的例子 直接alert一下 三大于一 对不对 对 那结果应该是 处 那三大于十一呢 结果就是 false 对 false 三大于一处 再alert一下 三大于十一 大于等于一 这也对 接着alert一下 三 小于等于十二 包括alert 三 小于二 接着再往下 看处处 处 false 还有一个 两个等号 包括不等于 三个等号 以及不全等于 在这块我们需要注意 两个等号 只比较我们的值 只要值相等 它返回的就是处 那三个等号呢 既要比较值 也要比较我们的类型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alert一下 一等于等于 处 那现在是不是涉及到我们的数据类型转换了 一等于等于处为真吗 为真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处 好 那现在看到是处 这样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把它付给一个变量 接着 alert这个变量也可以 对啊 ies等于它 接着我们alert一下 ies 就不用每次写这个alert了 这是处 接着我们再写一个 ies等于1 等于等于字负串的1 这时候为真吗 对 也是真 那接着再写一个 ies等于一个3 等于等于一个3team 那看一下结果 这是真吗 这时候是不是false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再往下再写一个 ies等于0 等于等于no 这是不是也是真 0等于等于no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no 没有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型 0等于等于no 在这看一下 no没有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型 在这里边需要注意啊 看一下 它是false no没有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型 那接着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如果写成一个 ies 0 不等于我们的no 这时候是不是就正确了 对 没问题 这时候代表 处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两个等号 比较的直是否相等 那三个等号的 比较直和类型 都需要相等 那我们刚才的写成一个 1 全等于我们的处 这时候的结果 就是一个错误的 你可以写成一个 负给ies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 false 三个等号 比较直和类型 那接着如果不等于的话 那就是不全等于处 这时候就是正确的了 你看 1 不全等于处 这代表正确的 这是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注意两个等号 和三个等号的区别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们把它住掉 我们再个lert一下 n n 等于等于 n n 那现在看一下 结果是多少 是false 注意 no 不能和 是唯一一个 不能和自身进行比较的 结果是false 包括你再个lert一下 undefended 等于等于 undefended 把它住掉 你看 这是处 只有num 这个比较特殊 唯一一个 不能和自身进行比较的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接着再往下来看 看下一个 到了我们的逻辑运算符 首先 逻辑运算符的结果 也是 为我们的布尔类型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在这块呢 有一个 像我们的逻辑与 逻辑或 包括我们的逻辑非 逻辑与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and的符号 或者是and 都可以代表我们的逻辑与 逻辑或呢 可以通过两个竖线 或者是通过 o 代表我们的逻辑或 那碳号呢 代表我们的逻辑非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逻辑运算符来看一下 在逻辑运算符中 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短路现象 可以看一下 再来一个例子 Test4 逻辑算符的例子 接着一个啊 咱们先 alert最简单的 alert一下 像处 and处 结果是处 再alert处 and false 结果是 false alert false and 处 再谈一个 false and false 在逻辑运算符中 注意 必须两个表达式 它是要求 两个表达式 表达式 同为 必须两个表达式 为处的话 为处 结果 结果 才是处 那现在你看一下 下面我谈框的这几个 哪一个是真 对 只有第一个为真 其他的都为假 那现在你看一下 只有第一个是真 alert tru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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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们刚才写了这样一个 alert一下 true and true 来 阴行一下 查看一下 是否报错了 第多少号 对 第15号 在这里还不能使用我们的and 在peerp中 是不是可以使用我们的and 对 在这里边只能使用我们的两个and符号 那同样的我们的逻辑 或的时候 是不是也只能使用两个输线呀 对 在这里边需要注意呀 刚才我们没有注意 tru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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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正因为有这种情况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短路的现象 什么叫短路的现象呢 如果 第一个表达式为false了 整个结果就为false 就把第二个表达式给短路了 短路了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vri等于一个0 接着j等于一个1 判断一下 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if一个i 接着 i- 接着并且 j++ 这时候 我们先写一个 document.write 写生一个 hello else 我们写一个word 接着我们再来 alert一下 i 和j的值 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 出现的是word 证明这个表达式是真是假 是 假 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i的值是多少 原来等于0 减减之后 别忘了 在这应该是 负1 接着 前面是0 0转换成 布尔类型 是 是多少 是false 看好了 0转换成布尔类型 false 接着碰到逻辑率了 还会往后运行 第二个表达式吗 不会 就把第二个表达式给短路了 所以说运行的结果 你看一下 第一个是负1 第二个还是原来的1 这一点注意 有这种短路的现象 短路的现象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这两个我们就不谈了 再看一下 我们的逻辑货 逻辑货呢 是可以通过两个竖线 代表我们的逻辑货 货者的意思 就是两个表达式 两个表达式中 有一个为真 为处 结果就是处了 整个结果为处 那这时候呢 也会有我们短路的现象 我们可以先来试验一下 结成一个处 或上处 接着alerte一下 处或上false 再alerte false或上处 alerte一下 false或上false 那得到结果 第一个为真 第二个为真 第三个为真 只有最后一个为假 你看 只有最后一个为假 那正因为有这种现象 那哪一种情况 会造成我们的短路啊 对 是不是第一个表达式 为真的话 就已经确定了 我们整个结果了 那就把第二个表达式 给短路了 在这块需要注意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 为处 整个结果为处 第二个表达式 短路了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还是这个 VR I等一个 或者重新写 I等一个 1 J等一个 0 接着我们判断 F I - 并且 和上 J 加加的J 这时候 我们Document 输出一个 AA Else 输出一个 BB 接着再弹出一下 A和B的值 A B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看到这是或 I--后缀形式 这时候我们应该先是 1转换成布尔类型的 处 是不是就把第二个给短路了 那应该结果为真出现一个AA 再往下弹出它的值的时候 别忘了-1应该是0 那接着这一块执行到了吗 没有 那整个结果还是0 我们给看一下 AA A A 接着A A 不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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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看一下 是0和0 没有执行到这个加加 第二个表达是被短路了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逻辑与 这一点 逻辑或 也有短路的现象 那最后一个呢 还有逻辑飞 这个逻辑飞呢 就简单了 就是一个取反的作用 可以看一下 逻辑飞 可以通过碳号代表逻辑飞 取反的作用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你可以给我一个 alert一个 碳号 处 它就把它变成了 false 再alert一下 最简单的碳号 false 就把它变成了 处 一个是false 一个是处 这代表取反的作用 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逻辑飞 接着呢 前几个运算符 已经带着大家 过了一下 有需要注意的 也和大家说了 那这节课呢 大家先把我们之前学的这些运算符 来试验一下 等下节课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这一点运算符 来学完 包括我们的运算符的优先级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